为了营救流离失所的大陆法轮功学员遗孤 全球将近30位青少年发起名为 骑向自由的自行车横跨美国之旅 今天进入第三天 成员们将分批轮流骑车 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青少年们沿着圣盖博山区前进 观言陡峭不断的爬行上坡路 对他们来说考验重重 但也是一种崭新的感受 这些青少年来自澳洲阿根廷 法国美国等15个国家 内容暑假期间为了共同的目标聚在一起 在刻苦的条件下持续坚持 要东西横跨美国19座大城市 呼吁世人关注中国人权问题 并引咎中国的五位法轮功学员遗孤 团员们互相鼓励迎向下一个挑战 杰妮从一开始的紧张落后 到后来她已是那一组骑得最快的 他们的感受如何 很难吗 你坐在座上 你喜欢吗 对 很难吗 下坡的时候非常好玩 就坐在那儿然后不动 然后看风景非常漂亮 可是上坡的时候 新少年们共分三组轮班骑车 骑累了孩子们围成一圈练功 晚间他们在露营区生火扎营 接着将经过维克托威尔 雨穿过高原沙漠 预计周五将抵达拉斯维加斯 新唐人记者新灵陈雷加州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